3月20号,邓超在微博和大家分享了一则家庭趣事 原来是超哥在孙丽写书法时,非要和孙丽聊天 结果还孙丽多写了一个秋字,让孙丽很生气 写完整符字后,邓超发现了其中的不对劲 整符字有几个字,包括孙丽多写的秋字 连起来就是秋秋刺些胜死罪死罪 难怪超哥要说看完整符字我人不好了 哈哈哈哈,说起邓超孙丽夫妇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 邓超孙丽早在2005年,就被爆出他们相爱的消息 经过5年的恋爱后,邓超在2010年获得了结婚许可 并在次年举行了一场婚礼 婚后两个人过着甜蜜的生活,事业也很顺利 除了正常的放映外,投资创业的公司也越来越大 他们的家庭和事业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喜欢就订阅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